中共總理李強在兩會政府工作報告要求 各級政府要習慣過緊日子 隨後 中共財政部正式發文 要求中央級地方財政落實過緊日子政策 各地政府則大力度推出相關措施 嚴控三公經費和緊縮一般性支出 4月25日 《華爾街日報》稱 為節流 中共地方政府使出了渾身解數 今年以來 至少有21個省級政府削減了公務用車預算 過緊日子的具體措施還包括 嚴控辦公室瓶裝水消耗量 用劣質紙張打印日常文件 減少購買新設備 官員以身作則 不剩飯菜 減少出差 出行騎車 開會自帶水杯等 專家認為 此舉恐怕是治標不治本 因為中央有指地方要落實 那落實不落實 執行的好不好是另外一碼事 或者說這是不是主要的問題 我都不管 中共還搞混龍事嘛 它就行政分析了 旅澳歷史學者李元華說 地方政府已經處於倒閉狀態 不管怎麼截流 它也還不了地方債務 李元華指出 還有像維穩費 軍費等 在這些方面不節約 只在一些細微的小錢上過緊日子 純屬作秀 中共過緊日子這個形勢所逼 原因就是整個經濟在萎縮 它只能減少財政支出 從各個方面進行壓縮 某種程度上它會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原來政府的公共開支 政府採購 它是構成整個經濟運營裡面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現在減少了 就意味著整個社會會進一步突出 經濟危機也深重 新唐人記者李韻高玉採訪報導 董君表示 習近平主席從全人類共同利益出發 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和共建一帶一路倡議 全球發展倡議 全球安全倡議 全球文明倡議 匯聚了各國人民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約數 引領上河組織成為守望相助的命運共同體 和維護公平正義的建設性力量 董君指出 全球治理失穩失序 需要我們做團結合作的示範者 矛盾爭端複雜難解 需要我們做對話促合的推動者 安全問題交織聯動 需要我們做共同安全的守護者 各成員國應堅持團結互信 安危共擔 聚同化義 通過完善合作機制 拓展軍隊合作 形成反恐合力 推動青年交流 共同打造更具影響力的 上河組織安全共同體 會上 各國防務部門領導人表示 要繼續加強戰略溝通 推進務實合作 共同維護地區和平穩定 在哈期間 董君先後與巴基斯坦 伊朗 俄羅斯 吉爾吉斯斯坦 白俄羅斯的國防部長會談 與烏茲別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的 國防部長交談 就國際地區形勢 兩國兩軍關係 和共同關心問題交換了意見 長蛾6號和長蛾5號相比較來說 最大特點是長蛾5號是在月球正面 進行採樣返回 而我們長蛾6號是在月球背面 進行採樣返回 要突破月球逆行軌道設計與控制技術 月背智能採樣技術和月背起飛上技術 最終實現月球背面的自動採樣返回 目前看長蛾5號搖8運載火箭 和長蛾6號探測器狀態良好 發射前的各項準備工作 應該說都在按照正常工作程序 有序推進 目前我們發場呢 補償了長蛾6號和長蛾5號搖8火箭的正常測試 海南發場的特點就是高溫高時高煙霧 我們對這一系列的環境呢 做了相應的準備工作 做了一些防太方的預案的準備 來適應海南的天氣 做了一些防太方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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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的关系中, 他在美国的关系中, 把美国的关系中, 在美国的关系中, 在美国的第二次出席的关系中, 但是他也在多数多的时间 在中国的关系中, 对中国的关系和义战争战争. 中国认为重要的关系中, 它们也在美国的关系中, 中国也说, 它们也没有提供了一位选择, 任何组合选择, 代表它是一种的组合选与其国家的组合选与其兴兴的关系。 中国也讨论了美国的 false narrative 中国还有一些对策略与其兴论的组合选择, 如《台湾疏》中的团传和《South China Sea》。 所以,无论,有股辨论的关系在中国的关系中 对世界大型的经济最大的融合选择, 运温在中国的努力更加决定。 中国的民主主席, 是还许了一个组合选与其中央共产的国家的主席 优优优独播剧场—— This is Blinken's second official visit to China as America's top diplomat. At a time when there are increasing concerns from China about whether Washington is making sincere efforts toward mutual respect, peace and cooperation with China. Meanwhile, the trust deficit is one of the toughest challenges facing bilateral relations. The U.S. Secretary of State did suggest, though, during his presser that both governments have agreed to start the firs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ialogue soon and reiterated commitments to more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especially among the young people. 天卫, CGTN, Beijing. The U.S. Secretary of State The U.S. Secretary of State The U.S. Secretary of State 经过多次全系统演练,我们的人员和装备都表现十分优秀。 我们有能力、有信心迎接航天员安全回家。 周五,苏联车诺比核灾难38周年纪念日之际,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发推文,提醒世界俄罗斯的潜在核威胁,并谴责俄罗斯785天以来,强占乌克兰拥有的欧洲最大的扎波罗热核电厂。 1986年4月26日,承诺比核反应炉爆炸,酿成人类史上最严重的核灾难,几十万人直接或间接因此死亡,并污染了乌克兰大约9%的领土。 周五,因应俄乌战争紧张局势,立陶宛在波兰边境的苏瓦乌基举行大规模勇敢施救军演,美国和葡萄牙等国超过1500名士兵参加。 俄罗斯副外长雷亚布可夫在25日扬言,如果北约核武部署波兰,俄罗斯将把他们当成主要目标之一,把俄罗斯随后也将部队移到波兰边境,并放话一旦交火可能会导致世界末日。 美国则在周五宣布,根据乌克兰安全援助计划,再向基辅提供价值6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其中将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 俄罗斯防长肖伊古周五在哈萨克会见了中共防长董军,中共是否会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军工产业支持,再度引发关注。 新唐电视台记者于良综合报导。 新唯一 新唯一